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蒜云 欢迎收看左向呼吁 我是蒜云东 头顾为名誉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北大盘表现 今天台北大盘早盘一度都还是形成 持续性的一个创高 那我想今天这个创高点 已经来到11,077点 早盘一度涨了一个80点 那后续我想这个盘 因为短线上已经累积 蛮大一段的一个涨幅 我想在进行 从这个落底9319点 一路涨一路涨 涨到目前为止已经足足 涨了超过1,700多点 那相对于说 短线上涨多 尤其我们在进行 就是说不断跟各位做强调 你来到这个11,000点之上 去年的一个密集套牢区 等于是说我后续 越往上 越往上 这个所谓的一个卖压 会越来越加重 越来越加重 因为毕竟短线上已经真的是 短线上也累积一大段的一个涨幅 那相对我想 以到今天这个收盘 盘中就是说 早盘一度涨最高 一度也来到了一个70点 相对于就是说 以今天整个一个盘面高低一点的这个 这个震荡弧度 高达这个150点之多 那后续到现在这个收盘 收跌一个35点 那量呢 比昨天还是要持续性的一个做到放量 大话我想也在近期 为了说我们从上个礼拜以来我想针对近期的一个操作 我们不断每天提示给各位两个策略面的一个重点 不然这个我们这一路以来始终如一 希望各位针对一些涨多的一些标的 你要去特别留意 在高档先卖一趟 先卖 后续等它压回 买点再做一个产生 你再做到一趟重新的一个买回 先卖再买 你会赚更多 那当然话近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其实就算今天这个压回 盘中压回70点 到收盘收跌35点 我想到目前为止 多头的一个架构 到目前依然 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那既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当的话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采一个叫顺势而为的一个操作 尚不做一个卷空的一个动作 到目前还不会去做一个卷空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想我们在近期 每天提示各位这两个 策略面的一个重点 尤其就是说 不管是说各位你在最近这个波段 你赚了多少多少 我想这个都没有关系 就是说你在近期 尤其大盘做一个屡创新高 这个当下你要去特别留意 卖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话 我们在昨天 昨天我们就说 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有特别跟各位做强调 等于说 我们会在昨天针对一些相关 已经产生短多 卖出讯号的一些相关个股 那我们在这个LINE AT 直接给各位做到一趟 直接无私的一个分享 那毕竟这些个股我想分享给各位 尤其这些标的很多都是 像瓶盖一些大社会 就说成交量能够很大的一些个股 那等于说 想当然很多的投资者 你都持有相关这些个股 那这些个股毕竟就是说 我们在昨天 昨天下午 下午的这个5点 5点3 4分 我们针对这些个股 我们在我们这个LINE AT 直接跟各位分享 昨天产生这个短多卖讯的 这些相关个股 那希望各位 你昨天麦点已经做一个产生 那你在今天我想 今天早盘开高走高 比如说你都相对 你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timing 一个时间点 去做到一趟麦的一个动作 那我想以这些个股 我们在昨天的LINE AT 特别跟各位分享 包括像这个3376 这个像新日星的部分 尤其这档标的 昨天卖出去 在多少 120块钱 120块钱 卖点做的产生 卖点做的产生 那毕竟 短线上涨多 我们就希望各位 会买 无论如何 也要会卖 也要买你也要买 那毕竟就是说 昨天卖点产生的后续 昨天到今天昨天缩盘 是收在117块半 拉回大概2块半 那后续我想延续到今天 我想我们在昨天分享各位 总共这四檔个股 全面性今天积极呼呼 都是收到今天一个最低点 全面性的一个拉回 全面性的拉回 那这个是之所以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跟各位做强调 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根据讯号我们来执行 纪律性的一个价差操作 买点讯号产生我们做买 卖点产生我们就执行 这个卖的一个动作 那毕竟 像这个三十七六这个新日新 昨天卖讯做产生 那我们就执行卖的一个动作 那相关你持有这种个股的投资分 我们分享各位的第一时间 我想各位到今天 其实你都可以还卖到不错的价格 今天盘装一度都还来到120块半 所以说它的卖点在120块钱 昨天收117 今天有做个拉高 拉高到120块半 我想你120块钱 你都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去卖掉 去卖掉新日新的一个部分 那毕竟我想以到它今天 后续做个拉回 拉回到多少 112块半 112块半 定义说 从昨天卖点产生延续到今天 也不过两天的时间 昨天到今天 拉回总共7块半 拉回7块半 百分比已经来到6.3%的一个拉回 6.3%的一个拉回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 价差就是钱 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观念 当时告诉各位 先卖 高档先卖 你拉回之后再产生买点 我们再做个买进的这个动作 那毕竟 我们跟各位强调 我们的动作就是很简单 像这边买点讯号价位清清楚楚 买点在这 讯号产生你之前该做的这个动作 买点产生你做买 拉高到这边你做卖 我想一趟一趟你就把这个价差 去做这样截取就好 那高档就是说产生卖讯 无论如何 请各位先卖 拉回再买 我想这样子你的获利 会拉到一个叫极大化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你会赚更多 你就赚了更多 像新日新 短短也不过两天 拉回6.3% 7块半 7块半相对来讲就是说 你一张就差了7500块钱 那这个都是钱 那另外包括像第二档 367张TPK 我想这个都是很多人 有了一些品盖一些个股 TPK昨天卖讯 产生在这个60块半 各位你都可以到昨天 我们在LiteAd相关分享 昨下午5点多的时候 我们分享在这个LiteAd 相关已经产生 昨天产生卖点的这一个股 卖点在60块半 昨天收到59块6 7块6 到今天 今天拉回到这边 今天一拉回拉回到58块1 今天收到今天最低点 收到最低点 那我想短短从昨天到今天 又差了4% 又差了4% 这个全面性 我们分享给各位的观念 就是说 你针对相关这些个股 我想我们的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根据讯号来执行 讯号来执行 讯号来执行 那相对就是说 这些标的等于说 短线上它能累积一段涨 那累积涨 一个后续 你卖点一到 你先卖一趟把资金做个回收 那回收你是静待它拉回 再来找下一趟的一个买点 我想这样子 你至少少可以避开这一档 修正拉回的这一段的一个弧度 像瑞宇这样一拉回三块半 6156的这双三 我想这两标的在昨天产生卖讯 19.2 19.2 昨天就拉回到17.95 那延续到今天 而且延续到今天 今天要稍微 今天说到今天这个最低点 短短也不过两天 从昨天卖点产生到今天 差了多少 7.8% 快接近8% 快运快接近 这个一根跌停板的一个价差 我想就是说我们的操作 就是说希望各位 我想这个无论如何 就是我们是采一个叫价差操作 那价差操作 你就你要做到一项叫做斤斤计较 差了7.8%就是差了7.7.8% 我想我们的目标 我们每天能够做强调 周周赚10% 那相对就是说 你能够避开这样子快速拉回 短短两天 两天而已 对早到今天 昨天到今天就已经差了快 接近一场的一个价差 我想这样子 我们的所有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累积 就是这样子因应而生 因应而生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昨天 我们在昨天下午分享 产生相关卖出讯号这些个股 我想到今天全面性做拉回 尤其说积极服服 所以今天的最低点 差了7.8% 另外我们在昨天有特别深的两档 两档这两档标的 它的短多卖出讯号 即将要做一个产生 两人要出来 我讲这个你要特别留意 留意卖讯 昨天我们投给各位 多方力道快速衰减 已经快接近到临走 由即将由紅斑黑 卖点即将做一个产生 昨天一样我们再5年多分享给各位 如果你有这种高票的投资品 你无论如何 还是要做避开 毕竟我想我们这个工具 针对上市上柜公司 任何一档标的 我想每一档高票每档标的 它的走势 它的位阶都不一致 它的循环都不一样 那等于说 有产生相关的这些个股 如果各位 针对你手中相关这些持股 我想你拥有这么一套 这个工具的一个协助 来帮助各位 你到底该买还是该卖 我想这个 你的一个动作 第一时间 就能够掌握住 这个买卖点 这个讯号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该买 你做买性 该卖 你要去做一个 做到他二话不说 做到他卖的一个动作 我想全面性工具 第一时间都可以很清楚 告诉各位这个价位 这个跟你的买 或者是卖的一个动作 我想以到今天 金利 他昨天 短多卖点即将做个产生 那果不其然今天 今天马上产生 他的卖出去 在多少 18块2 18块2 卖点做个产生 那今天到收盘 一样收到今天最低 我拉回大概2%左右 你ốalo 有福利 黃田 昨天我们分享给各位 短多卖讯 即将做一个产生 改善 即将快到零走 到今天 麦点产生在91块7 91块7 到今天太败 一定要收到今天最低点 辣味 这个高低点 这个价差 差不多来到4%多的价差 如果說你透過這個有效的一個工具的協助 這個訊號價位清清楚楚 第一時間告訴各位 你該賣的 我想到今天收拔 短短一天而已 昨天賣點即將要做產生 今天這個價差就來到4%多的價差 你可以賣到幾乎的一個相對的高點 所以說我們的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那各位你無論如何會買 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會買也要會賣 那畢竟工具針對這個訊號的一個部分 都能夠第一時間就提示給各位 你該買的 你該賣的 這針對工具能夠幫助來 幫助各位這個針對買賣點 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來決定各位你的一個買賣點 那當然的話我們在進行 大盤一路創高一路創高 那當然的話我們在進行 我想我們針對我們在這個節目當中 分享各位操作的這些個股 不管是說像昨天我們分享 各位該賣的一些標的 那甚至近期我想 每一個階段點 我們分享各位就是說 短多買點訊號產生的這些相關個股 我們一樣 都在第一時間在我們這個Light at 也無私給各位做到他們分享 然後就是說工具可以來協助 各位精確的一個選股 找標股不求人 你做股票自己來 你根本不用靠任何人 像這個泰塑當時 在4月1號 我們在當天分享 買點訊號多少 36.45 買點一出來之後 馬上形成極拉 一路拉 當天漲停 隔一天漲停 我想這一段 就是說到了4月11號產生這個賣訊 當時的買點在36塊多 36.45 到4月11號產生賣出訊號 第一趟的賣點 那賣訊產生我們的操作就這麼簡單 買點產生做買 賣點產生做賣 那第一趟的一個獲利價差37% 獲利先落袋 後續到4月12號 第二趟的買點需要做個產生 50塊7 買點要做產生 你做買進 那延續到近期 積極呼呼天天在改寫歷史新高 我請問他股價已經來到這個66塊9 從第二趟的買點在50塊7 到這邊又已經來到這個66塊9 32%的一個價差 那所以說 找標股不求的 我想以泰碩的部分 這兩趟的一個操作 我們的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根據訊號 賣點產生做買 賣點產生做賣 賣點產生做買 現在是靜待 就算今天 他昨天創高之後 今天拉回大概4%多 相對應 你就靜待他賣點產生 我們再來執行 根據訊號 紀律性的一個價差操作 有買有賣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操作有沒有很簡單 那問題 工具能不能協助各位 找標股不求人 是夠標的 兩趟也差不多七場的一個獲利價差 多久的時間 不到三個禮拜的時間 三個禮拜 太碩的部分 另外包括像這個 我們以太碩這樣標的 我想這一路以來 我們跟各位做分享 買點訊號一產成那個後續 就是每天講 4月2號漲停 第二根漲停 再來還是創高 SOHO 後續上個禮拜一還是漲停 禮拜二繼續創高 到了我們在上個禮拜 禮拜三禮拜是預告各位 賣點你要出來 你要留意這個賣 你留意賣 那畢竟在4月11號產生賣點訊號 這一趟 你就先把它做一個close 獲利價差是37%的獲利價差 後續4月2號 4月12號產生賣點 第二趟買點又做產生 你再做一個重新買回 買回到目前還是一路漲 一路漲 一路漲 漲到昨天 又是實性創高 這一趟 第二趟就是30幾% 兩趟的30幾% 我想這個 短短不到三個禮拜 你創造 快接近7場的一個獲利的 一檔標的 那我們的操作就是那麼簡單 根據訊號來執行 紀律性的一個操作就OK 那你要包括像利勤 我想這檔標的一樣 我們在當時 4月在4月1號 我想這個各位當時 還沒有急拉之前 我們都一樣都是在第一時間 當天各位你可以去看 10點38分 我們在當時的一個直接分享 買點訊號產生60塊1 一檔算60塊60塊 後續拉到81塊錢 多久時間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拉了80 到拉了之後 這個百分比大概有快 接近35%的一個獲利價差 那我們的操作虛擾很簡單 就是說大概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有買有賣 獲利換口袋就OK 那是後續我想這檔標的 賣點就做這個產生 那當然的話 你要去執行賣的一個動作 那下一趟你就靜待他 先賣 拉回之後 再留意下一趟的這個 這個買點產生 那你再做一個買回的一個動作 就OK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那獲利有沒有很輕鬆 泰塑快70% 這個都快接近35%的一個獲利價差 那另外包括我們在近期 不管說上上個禮拜四 這個包廂在這個禮拜 禮拜一 我們跟各位相關分享 盤中我們分享的這些 短多的一些標的 包廂 兩尾 甚至包廂這個669台區 我想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的還是跟各位做強調 我們在昨天已經是實現 趁他拉高 去執行這叫獲利出場的一個動作 那我想獲利出場 不妨延續到今天 我們就問各位一句話 賣的對不對 賣的對不對 我想也包括像梁維 昨天創高到這個58塊 我們就很清楚告訴各位 我們執行這個獲利出場的一個動作 當時買點在這邊 我們49塊6 到58塊錢 我想這個獲利的百分比 全面性一個禮拜 16.9% 我想這個全面性都超過這個一層 10%的 周周賺10%的獲利目標 那賣掉之後賣的對不對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賣掉之後 今天拉回到53塊錢 58塊跟53塊差多少 差5塊 一張你就差了5000塊錢 我想這個這樣子 到底賣的對不對 我想這個全面性 每天預告各位 先賣再買 你會賺更多 先賣再買 你會賺更多 那我想 梁維賣的對不對 今天快速拉回 今天冠中 撕6% 排駿的部分一樣 賣掉之後 壓回 今天壓回 我以這兩標的就是說 我們在昨天預告各位 獲利大概超一層左右 先把它獲利落袋 那你會買不會賣 我想 後續 拉回到今天 來到105塊錢 昨天105.5 到今天 收盤收到105.5 等於是說 一差也是差5塊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一樣 問各位 梁維賣的對不對 台駿賣的對不對 我想 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都已經特別 預告各位 我們已經執行 這個 分享各位 這個我們已經賣了一個動作 我想到今天 各位 你也是 全面性的一個印證 我們的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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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每一檔輪動個股 價差 去做這樣擷取就OK 所以我想 不管就是說我們在近期 不但在以往 這個分享 這個過程當中 提示各位 告訴各位先賣再買 為什麼要先賣再買 當時 像漢訊 賣點84塊 你先賣一趟 後續拉回 拉回16.38 買點產生 你再做一個重新回接 你是不是至至少少 避開這一段 快速拉回 一段的一個修正 一個差價 所以說 我們的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全面性 根據訊號 來執行 激烈性的一個價格操作 那畢竟我想這個timing 現階段 大盤再繼續往上這個 震盪幅度會不斷不斷做的加劇 那不斷不斷做加劇 反而更凸顯出 你會買會買不是重點 我想股票每一個人都會買 那畢竟 我們要各位買的一定要符合 買點去讓產生的一些相關個股 就如同我們在今天盤中 都有跟各位分享一些 一些相關的一些瓶蓋個股 那為什麼要買瓶蓋 包括像這個蘋果跟高通的這個大合企 我想這個 相關後續 這個波段不管是說 像泰塑這一組散熱模組 5G尤其是5G 會 就是說他針對這個散熱的一個需求是很高 所以說這兩個族群都已經動了 那後續我想 相關一些瓶蓋個股 也蠻值得各位 來做到這樣留意 尤其說像我們在今天有分享各位 可以買的股票 我想我們也都一樣無視的一個分享 那重點我想 這些個股的一個鎖定 我們全面性 都是透過我們這套 這智慧型操板工具的協助 那為了說我們在今天一樣實際上有提供給各位這個 短波段操作 周周賺10%的一個強效 達成班 那這達成班 就是說各位 你要加入我們這個 雙股會員 就一般會員 我們這個快把不會一般會員的一做 我們就會直接 附贈各位 這套這個操盤軟體 你就可以馬上擁有這套軟體 相對你透過這個軟體 這個買賣點的一個訊號 尤其目前這個掛佔希望各位 很多個股 你會買 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我想這個工具都會第一時間 清清楚楚 告訴各位 你該賣了 所以說 講對你的手中相關的一些持股 到底該買該賣 我想這個工具 都會第一時間很明確的 告訴各位 價位在哪邊 你的方向在哪邊 我想工具都可以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那變成說 我們在今天提供給各位 你加入我們這快打波的運作 你就可以直接 馬上擁有這套這個操盤軟體 那針對我們這個強效達成班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這個Lite 那現在我們也歡迎 各位都可以直接到公司 親自來看看這套軟體 好 那今天你們節目告個段落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於是